欢迎收看Money DJ财经新闻 我是丁玉山 在先前的节目当中 Money DJ团队曾经前往大地幼教 位于珠海的总部 带观众朋友了解大地 如何在中国建立他们的幼教王国 事实上大地的董事长陈泰坤 并不是幼教出身 当初误打误撞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凭着独到的眼光选对市场 让大地可以一路成长 到现在成为中国第二大幼教品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请董事长来谈谈 他是怎么将大地带到现在的位置 当中又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 首先我们先请董事长分享一下 过去在台湾幼稚园任职的经验 对于发展大地是不是有帮助 而对于大地的教育理念 又是怎么看的 主要面对是怎样的家长阶层 定位课程的选择 学校的校舍规模应该是怎么选择 那这些方方妹妹其实还是有帮助的 但是有这种经验是蛮有一些帮助 那时候我记得一般的台湾的一些包装杂志 也比较正讲话 就是说你来大陆从事这个行业 最好说有一个叫三本 就是说你本人可以过来 再往你带一些本金 那重点的话也是你最好是做一个本行工作 本行工作你对话 方方妹妹相对话就是比较了解可能性会怎样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能够所谓领先的话 一个市长家长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这种观点能够慢慢一个引导 那个整理来讲我们一般来讲 包括国内这辈子 我们讲到上大学以前 大概可能要花三万小时去练书 但是练的东西来讲 我们说比类似西方 他们高中以前大概可能只花一万小时 那也是说他花一万小时所培养的一个能力 可能比我们这边花三万小时培养的能力 还来得好 那这就表示他的一个生产过程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就业过程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也希望的话 包括就是说在幼教育方面 的确的话 就是说他本身的教育模式不大一样 那我们也希望的话能够的话 逐步的所谓更科学化 更合理化 能够导应我们的一个 这些小孩子 能够的话就是说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人生的起步 这样子 所以国际 我说国际视野的话就是 我说我们可以比对的话就是说 不管你说台湾 日本 或者说说美国 或者说说 类似的话 北欧教育怎么做 的确的话是 每个国家做法不一样 但是的话 做法不一样应该相对有一些 相对我们讲话说应该比较合理的 比较科学的 应该是存在的这样子 刚才看到 董事长曾经有台湾和中国两地市场的经验 那么他又是怎么看待两边市场的差异 中国又叫市场的状况如何 又有什么产业优势呢 当然我还是觉得的话 这边的一个所谓外在环境的话 相对比台湾好 它的一个好应该来自几个方面 一个的话就是 这边的话有所谓小区配套的幼儿园 台湾的话是 基本上算是没有这样的小区配套 以示的话就是说 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规模的 一个学校的一个环境 基本上是属于一般是 大概2000到5000平方米的一个建筑 所以相对的话就是 比较有点规模经济 那至于小区配套的话 我刚刚所讲应该在意 它就相对的一个竞争会相对比较少 所以这算是一个整个外在环境 比较好经营 当然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边的话整个一个市场大 它人口量当然这个市场大 所以应该是只要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小区配套的幼儿园 另外一个就是等于市场规模比较大 刚开始的话有93年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明白了 慢慢开始了 我这些的话假如说有转折点的话 应该是大概在 你看的话是台湾人或是包括大陆 他们从真正从事民办 就是民办幼儿园 他们大部分在2000年开始 这时候有转折点开始 所以民办了 那于是要开始的话 大概到的话 所谓一般的一些 其他一些行业 想从事幼儿园 大概在2004年才开始 想做幼儿园 那于是要以到目前来讲 大概到2010年来讲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很多人的话都想做幼儿园的工作 所以的话是尤其有阶段性 以前包括房地产公司来讲 他们是把校园交给别人 现在的话也包括很多房地产公司 他不愿把校园交给别人 他等于自己想办 那你怎么看二台化开放这个战争 对我们的校园行业的帮助 当然有点攻击量更大 当然是有帮助 那现在一般的讲法 应该是前面这几年 因为说前面这三四年来讲 有一些讲法是预计 应该会增加 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他们 像海奶花一年 大概将近在1900万左右 那可能再增加百分之二十 那你们自己估计 真的对幼儿园产业有实际影响 大概会再落在几年之后呢 当然他现在才 对 因为他还要落在实际上 一般是大概两岁半就开始上幼儿园嘛 那已经 所以应该是再过一年多了 我们当初于欧泰化本身就有一些成长 欧泰化以外另外还有一种话 就是说水泰化成像融合入城 入城以后就会有一些话 所以小区的一个建设 所以整体就是说以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成长率 我觉得还是未来五十年 还是相对还是高的 应该还是相对高的 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 就是除了跟着市场成长 我们的市占率也同时成长 市占率也同时成长 市占率也同时成长 比例就算起来是很微小 就这样 以目前大概达到平均大中小 目前已经达到将近百分之 因为七十二 五年前的话可能大概在五十五 政府是希望达到大概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七代值 就是大中小包括平均大中小 一般来讲大半比较高 小半比较小 二态化政策的确让大陆的 幼教市场前景看好 不过在这之前 其实也有台湾的其他业者 看到庞大的商机 想要进军中国市场 但是可以成功的 几乎说是没有 这里面有什么进入障碍吗 大地又是怎么打破障碍 进入市场 一般台湾过来做URN 一般大概都到2000年 所以比如1993年就开始 大概完了七年 那时候刚过来导师 所以说因为这边刚 整个有对外开放 所以它对URN以前都是有公办 也是怎么一个合作 怎么民办 其实尊重的一个困难点 是在这民办的 也有合作的 也有条款方面 怎么去 怎么去能够 顺取政府的政策 是这样的吗 对对这方面 其实是花了 比较没所时间 那因为你假如说 类似的话 整个水校的一个装修 水校的一个定位 交水方面 一个教材 课程的引流 这是比较方便 你假如已经聘到园长 就很方便可以讨论 那讨论以后 他们这边也就是 这边的园长 这边的老师 他本来就想了说 一万一 该怎么做 所以方面倒是 不是特别困难 应该主要还是在前面 这个话 跟政府单位 怎么去合作伴随校 从一个完全共办的 一个环境 从来明办的 那所以在那时候 其实也跟 我刚才有讲 我八九年第一次进来 有所了解 九零年就开始了 去几个地方来谈 后来其实跟 1992年 那时候邓小平蓝巡 所以他们有一个 比较更开放的一个政策 跟这个蛮点关系的 跟邓小平蓝巡 也有正式的开放 所以可以 有一些他们就觉得说 哎这样子应该可以做 所以在九三年 才在九三年 才有这种机会 可以怎么做 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属于 你假如说 质量也有分子 也有物件的方面 现在经济情况 比较好 所以每一家学校 以前我等来说 有同样的一所游玩 可能以前 现在我大概都投入到 两倍半 但我又有物价的膨胀 以前我们一所校 同样的面积 其实投入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现在可能都是投入到 差不多将近三百 都是三百万左右的人民币的一个 一个投入 所以我投入的话 当然装修什么会比较好 那在浇水方面 当然我每一代每一代的 父母的关联不一样 也都会有所改变 前面也提到 大陆有小区配套的幼儿园模式 大地从中延伸出三方合作的架构 这样的合作关系 可以为三种业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们刚才所讲 它有小区配套 代表的话就是 一般可能有小区 两千户到三千户 那以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一个概念里面 它等于的话就是希望啊 引入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伴随的一个机构 以示把这个品牌做好 做好的话我们一般都了解 有一个叫学区航这种概念 等于对它房子的销售量 房子的售价都有所帮助 那以示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所以它一个学区航 也代表它需要一个品牌 那一个品牌 我们等于的话做了相对比较久 也比较又认真在做 所以这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品牌的一个角色 那以示再加上一个投资者 这样后面这样的结合 就可以把这个项目把它运转起来 能够把一个长期的合同 对更有保障下 我们可以签一个长期 那10年左右的一个合同 那后者来讲的话 它是有比较有 我们把它称为类似一条弄式的 不要这么套的一个顾问服务 它的一个顾问服务的 又费用也向会比较高 从的话就是说 帮它去去争取这个校园 我刚才所讲 比如刚才所讲的话 那个昨天那个的话 几年过来的 他等于的话就是 他要拿这个校园的话 也是等于有十几家在竞争 那也是我们一开始 大地的品牌 这时候只跟它一个配合 那只要它比较有机会 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学校 那从一个 争取一个校园 接下来要有工程的设计 工程装修 那课程的一个规划 院长的院长的帮他自己的招聘 那意思的话就是 员工的培训等等的 以后的活动 这个比较有整套的这样子 从三方合作的模式 可以看得出来 大地本身并没有经营幼儿园 而是提供业主顾问服务 这部分要请董事长来谈谈 大地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而大地本身的品牌定位 和优势是什么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们当然的话 我们最主要是 中国性的话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品牌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商标品牌 那这商标品牌代表的话 就是背后要有很多一些规划 会有很多一些服务 这样子 家长会认真 只要是当然是 包括已经是家长认真的品牌 家长认真的品牌 ANN的话就是 是把假日送过来 或是你随校应该提价 也是他还是ANN送过来这样子 像你台北的话 台北地区也有一些名校 等家长给你送的 概念是一样的 一则的话 当然的话就是说 希望的话 借助一个属于塑讯的 或是属于一个 线上用浇水这方面的 也有时代一些工具 就是我们包括一些iPad的 这些工具的话 我们能够 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引进 也就是说 老师比较方便浇水 小孩子 因此他的浇水质量 也能够加以提高 这是一个 这一部分能够加强 在这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在 因为当然是深化 本身这些项目 提高我们ANN的 这些项目的一个价值 另外的话在适当时间 会再做一些项目的修改 我们目前已经算是 在这边有区隔 一个叫两个品牌 一个是叫大地 又叫大地国际 所以的话 大地大地国际 这样两个品牌 我们把它称为 就是一个大地 相对的话 就是80% 是作为一个社区型的 来自于社区型的 这些家长 大地国际 就反过来就是说 大概百分之 百分之二十 二三是来自于小区的 百分之七八十 是来自于整个城市的 那就必须不要需要 他有校车 社会收的比较高 对整个城市的话 就招生 但他也能够感受到 他的确有这个 有这样的服务 他能够的话 提高他自己的收益 或者说包括 家长的满意度是更高 所以这方面是 所以也是 等于可能有些下影 有些下影会先接纳 新的一个项目 那意思的话 别的下影看了 我觉得说也不错 他可能会跟着接纳 需业率的话 基本上 我们是大概 大概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这样子 基本上应该也是 比较有稳定 就是说我们希望 大概 因为 我是觉得说 这行业稳定 对我们内部 人力资源 内部为好 或是跟我们一些搭配 会相对都是 比较 反正就是说 比较有平稳的发展 对顾客的质量 的服务也比较 能够保持一致 所以我们一般 是在抓 希望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的一个成长 这样子 我们当然话说 联手有一个 品牌的好处 或者说有一些 整个一个总部 统一服务的 但我们只是 因为 美国的市场 是比较早 那美国的情况 是等于其中的 前六名 是他可以赚到的话 就是 前六名的话 是赚到的话 整个百分之十一的市场 整个美国百分之 美国大概一个 市场比较多 三万多家里有效应 那其他就是有分分散 否则的话 中国的市场 应该 慢慢 所谓一个市场化 慢慢应该也是 会跟美国类似 意思说 可能的话也是前五六名 到最后占到 一个百分之七八的市场 那其他还是分零星 对 希望我们是 所以在所谓千几名 百分之 就五六名 能够占到整个全部的市场 百分之八九 这种概念 我们现在大概是在律师 我们现在很低 我们现在不到百分之一了 因为本来这个市场 就是很分散 对 在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我性质 这行业本身性质就是这样子 因为三百岁水生的名额 尽快的招满 或者说以后提价水生还进来 所以我是属于品牌 一个是属于对一个社区小孩子 怎么去有效招生的一个做法 这是一个概念 那这我要是 不要对当地 怎么去一个所谓 类似或更多的一些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一个 就是一个社区 更多人能够知道你这水校的存在 或者称为你水校的质量 这只要一个社区型的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 所以怎么去拿水校 这是不要 我们去护导这些 那个合作者怎么去拿水校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要说 就是说更多 更多的一些 更好的一些网易质量 更多的一些印刷品 也是要等于印刷品的话刷一跌 也是让 那些房地产公司看到以后 觉得说我们地区的话 不要这么多的一些 伴随的经验 伴随的加速 所以不要能够信得过 我这种品牌 所以它是分两个层面的 叫做美与领先 我们现在的话有用的一个 叫做ABC Mouse 希望它能够的话就是 帮助小孩子 比较说 比较在一个比较快乐的 一个气温下 能够有效的水器 这样也有美与 那另外的话 我们一般的 另外一般的话就是说 这个国家当然的话 都有一些所谓的教育目标 都会定这个东西 我们整体来讲也是标普 所以说整个教育部 所要求一些教育大抗 教育目标 那我们民伴来讲 蛮重要的 所以一个的话 对家长的一个服务质量 所以说 这的话也是很多 明白学校的话 所以尽量能够去达到的 那就是说 大家尊重达到的 质量达到多少 不管是属于的话 让家长更方便的 追踪小孩子 那意思的话 对小孩子的一个照顾 的确是比较周到的 小孩子的话的一个 就是说 一个整个有学习的表现 也能够让家长 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我们等于说 一个课程质量 所以的话 假如说 以纯粹特色 就是一个ABC mouse 另外就是整个 一个所谓质量 所以一般在水校里面 一般常 各级学校都有这种讲法 就是所谓 以特色求发展 那是我们ABC mouse 最有发展 以质量求生存 就是说你各方面一些质量 必须真的把它做好 这样子 我去水校这个领域了 那ABC mouse 也包括就是说 本身来讲话就是说 他假如说 他整个话 所以合作伴水 那合作伴水 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现在的话 是整个政策 政策面是全部 把UON到大水都可以 但在实质面 现在好像只有大水 有在开放 其他的UON小水初衷 基本上是拿不到这种拍照了 最后要请董事长分享一下 对于台湾幼教市场 以及幼教经营环境的看法 我认为核心 那就是说 那个 台湾的UON 因为 因为所谓一个自由化 一种政策 也是造成 一个学生的 每一家UON的学生均数 我认为好像大概在五六四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 日本来讲 在一个 日本的 跟美国在一个自由市场情况下 我所知道 日本的话 大概可以维持在 差不多 就是说 每一家UON的水在减低 但它 基本上还是长期维持在 差不多150 140 美国是维持在120 那你台 台湾来讲 假如说 让每一家UON大概平均 在五六四位 那也表示 是有 形成不了一个规模经济 整体来讲 我认为 就是一个 应该讲一个民族性 跟自由 这个两边 我怎么取得有平衡 整个话 台湾 日本美国 都是有自由市场 但是自由市场里面 他们有一个协会 可以的话 是大家做一个引导 或是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 能够的话 大家有一所协调 所以他们能够协调出 类似每一所校围 刚刚所讲有140 100澳的规模 那台湾的话 协调不出来 一次到最后 每一家剩下五六十位 那五六十位的也有 各方面的也有 班级人数 学校的设施等等 我认为的话 也有很不理想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这一部分的话 应该说 你要讲 我要怎么促成一个协尾 或者说一个政策 怎么去导引的 我觉得的话 可能台湾应该 要改 不然的话 就是五六十位小孩者 的确我认为是不好演做 所以在台湾经营肉鱼 与与业主 其实是有点难赚钱的 如果他只有交互五六十 但我讲我主要是 重点的话 不再有赚 我说再有整个规模的运作 因为的话 你水生少 你的 你的员工人数少 那一次分半等等 反正这一定是 比较不好运作的 就是 因为没有行业 因为说 没有 只有每一个点 他到底要怎么 像这边是相对规划 比较好 就是说这边的话 一般的水下都有 300位水生规模 所以各方面 一些搭配会相对的话 比较正常 你类似说 台湾公办的话 小水 小水一般 可能都是 至少三个班 因为类似六年 六年就有18个班 18个班来运作 小水应该说 也是 应该也是最低 大概应该这样 你假如弄得很小 那就我们不是 类似说 比较水 三地 那些小水 没有几位 那上起课 我跟他们安排 就很困难 就是 很困难 台湾A者来这边的话 应该说 有三五百家 应该是有 三五百家有 这样子 那 我认识的话 其实还是 以目前 一些年轻人 有说新的要进来 我认识还是蛮有机会 因为这本来就很分散 也有分散 所以还是很有机会 可以再继续 只要他们来的话 能够认识 熟悉这边的 一些人脉 还是很有机会 因为他每年 还是有很多 一些新的校园 或是本身 一些老的校园 又有一些要整理转让的 所以还是很有机会 透过董事长的采访 带您了解 大蒂是如何在 中国幼教市场立足 而除了董事长提到的 小区配套模式 以及顾问服务之外 大蒂也在课程规划 教学资源 校园环境等等方面 大蒂投入 为的就是 在潜力还很大的市场上面 掌握商机 而大蒂后续的发展动态 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掌握 感谢您的收看